有人举起标语 也有人叫口号 前一天审讯的时候 站委裁判官陈碧桥听到 在庭外有人叫狗官 要求庭警请有关人士入法庭 说他们或者触犯藐视法庭罪 结果没有人承认自己说过 一些有侮辱性对法官的人身攻击 这个是不应该的 若然行为构成藐视法庭 或者是其他的刑事行为的话 我们一定会跟进 一般干犯这些罪行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 他都自己认为有一套 比法律更加崇高的理据 或者是理念的 但其实这些行为正正就是一种 损害法治的行为 恐吓法官 是希望影响他的判刑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亦都是真的影响香港 作为一个法治社会 很重要的基石 如果有任何人 你是不满法官的判断 当然你可以在庭外面 如何讨论 但如果你是去到威胁法官 这个就完全不能接受 厕所线的血忌 听着